吼 開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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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《惡作劇之吻》續集裡 尹雅倫當了未婚爸爸 好友林依辰和正元唱 趕到醫院探望 兩人得知寶寶平安出身 比自己當爸媽還高興 然而依辰是真的很喜歡小孩 沒上戲時就不停逗弄小孩子 十足媽媽架勢 雅倫也感染了baby出身的喜悦 趴在保溫室前 看著小baby的臉流露出幸福的模樣 當上爸爸有著難以言喻的幸福感 但想到戲裡面是未婚生子 雅倫便震驚了起來 提醒大家要有安全的性行為 還表明樂於當個宣傳大使 沒有做好萬全準備 千萬不要輕易地有性行為 對 而且性行為有好安全 記得喔 那個什麼衛生局健康的安全性 這個可以找我代言一下 還是很帥氣喔 帥帥帥帥 希望這樣 戴上索索的手術帽 換上手術服 雅倫要陪著老婆進產房 在生產過程中會發生什麼事情 就要請觀眾朋友們耐心等待 惡作劇之吻續集的播出了 曾情的整理報導